中秋廉假结束好天气跟着结束了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5号开始全台湾变天 星期二开始受东北风正常影响 天气要转凉了 花冬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星期四开始水气增多 从国庆廉假持续影响到周末 提醒民众出门要细带雨具 中秋廉假后紧接着又是国庆廉假 不过相较中秋廉假的好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这周周二受到东北风影响 全台天气转凉 而花冬地区则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从6号到下周一 12号的情形 整个花莲基本上都是一个 处于一个阴天或是有雨的情形 然后尤其是在8号到9号 它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目前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这几天 因为在东北风比较强 我们有发一个路上强风警报 所以可能就在这几天 我们大家都会感觉到说 在昨天下午开始就觉得好像风比较强 所以这两天我们还是会持续发布 强风特保 周二至周日都是东北风影响的天气形态 建议民众出门加件薄外套并携带雨具 而在滚岛北方海面发展的热带扰动 恐怕将为国庆廉假带来较多水气 然后它未来的行进方向 大概会到纳坝流球群岛那边就开始 北转然后偏去日本那边 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它因为它外温环流还有东北风的影响 可能会对我们东半部跟北部 带来比较大的风势跟雨势 还请民众持续留意气象局发布最新的天气讯息 记得长方艳华联施报道